又要来饭了 小弟们 老这蔬菜我不爱上 老瑞姐让他看一下 什么叫做中国素质 要烦点还先烦搜 大家好我是大树 今天咱们说说 丁胖子金牌讲师 在中国圈里流传着这么一段话 丁胖子金牌讲师 凭借一己之力 成功把所有华人打黑功之路毒死 他在咱们海外最出名的视频之一 就是在沃尔玛 把自己穿了大半年的东西 给退了的这个视频 那这话呢 当时就惹毛了很多人 不但国内的喷他 说他丢华人脸 咱洛杉矶的华人呢 更是反感他 因为这哥们呢 硬生生的把自己活成了流浪汉 特别呢 有伤华人的形象 你这臭药犯的 真给我们丢脸 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一种类型的私信 说实话 我抽药犯的怎么着你了 你以为我想药犯吗 我也不想要 但我思以为 与其让我去做900块钱一个月的这个工作 每天刷盘子刷12小时 我还是选择药犯 兄弟们 因为我觉得那个 比这个药犯更恐怖 我爱说实话 十几年前 墨西哥人洗盘子都能洗到 一个月1500 你却洗到900 你应该问问自己 为什么你只值900美金 即便呢 你找到了一家是900美金的 那也不代表着 所有的华人倉管 都给你900美金这个价钱 对不对 你也把咱们海外华人说的 太没有人性了 是吧 但实际上呢 这个大兄弟 也打开了很多华人生活 没有被放大的一面 说句实话呢 就很多人呢 就以为美国钱好赚 甚至变卖家当 嗜出借钱 负债累累呢 就来了美帝 于是呢 一来到这儿 就跟丁胖子金牌奖师是一样的 只能在这里干苦大利 干最脏最累的活 那多数在这里的生活的人呢 都感叹 和他之前的生活天差地别 但是呢 我是这么觉得 如果有权人呢 在国内是送外卖的 那么来到这里 简直就是天堂 因为都是累嘛 但是好歹呢 是一比七嘛 那么等未来呢 红社会啊 回到这个改革开放前啊 我想润美国的人 会越来越多啊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就是一比九 一比十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大树从来都不看空美国啊 美国才是真正的 这个潜力股啊 那其实呢 很多国人呢 都不知道啊 这个美国华人啊 他尤其是老移民啊 他是非常看不惯 这个刚来的这种大陆人的啊 觉得他们身上呢 有一种恶习 又天天牛哄哄的啊 所以呢 就骨子里就反感他们啊 其二呢 就是中国人的圈子啊 一定是窝里斗啊 而且整个生产圈呢 特别糟糕 虽然来了美国几十年了啊 但是骨子里的东西 还全是红鬼子那一套 所以整人呢 斗人啊 缺少同情心 金钱至上啊 这些恶习啊 都是可以见到的啊 真的呢 就不是我造谣啊 所以你看啊 在美国 其实生活了很多老粉红 他们的生活呢 基本上和以前呢 就是没什么两样啊 只不过 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啊 有一堆西方脸在他的周围 所以呢 刚来的华人呢 是真的非常难熬啊 这一点是真实的 那我一个远方的叔叔呢 一米八的大个儿啊 又绑又壮啊 来的时候呢 全是痘子啊 你可以看他眼睛里 是有光的啊 但是呢 干了几年之后啊 你就看他是说水了啊 说成了一个 满头白发的小老头 那我看了之后呢 就特别心酸啊 那现在呢 是真的是干不动了啊 于是就果断的 就啥也不要了 就回国了 但是呢 回国之后呢 还好就把自己的孩子 送了过来啊 反正呢 也给孩子啊 一个机会 就是说是好是坏 你自己去闯 人孩子呢 也觉得这边难啊 但是呢 还是坚持下来了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国内 它更难啊 所以说呢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这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啊 你要走过来了呢 你就是美国梦的一员 可是那些在美国 他没干几年就回去了 然后他说美国垃圾啊 说中国好的啊 这些都是纯傻子啊 因为这群人呢 在美国 他连底层都不如 那说句不好听的啊 他不是带钱过来的 懂吧 所以呢 很多人啊 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啊 天天没日没夜的干啊 重复的干啊 做的条件呢 也不好啊 就是那种心情 就特别的崩溃 所以说心态你都崩了啊 那美国他要觉得好 他才觉得奇怪呢 对不对 美国的华人圈 他和大陆 他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不是 你不还是在美国的中国圈活动呢 所以说这群回国的人 他的认知 他怎么能代表美国呢 再有就是 没身份的 他就只能打黑工啊 而且给你黑工 就真的是不错的了啊 你知道再往上啊 就有群人过来啊 甚至呢 是老板给一顿饭啊 他都觉得高兴 那如果你要有了这样的对比啊 那打黑工给你钱啊 就少了一点 但还是不错的呀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个丁胖子金牌讲师呢 他就不一样啊 他来了美国之后呢 干了很多工作啊 他后来呢 就干这个餐馆啊 先后呢 换了六家啊 他通过民主制度下的这种劣势啊 把四家老板 以偷税漏税 非法雇佣黑工的罪名 给告上了法庭 虽然呢 有两家是赦免了啊 但是是因为 给了他高额的赔偿 所以呢 这个家伙啊 这么一告啊 他就已经在这个华人圈里啊 就小有名气了 随即呢 他还把他的这个招数啊 交给了他其他的这种丐帮弟子啊 那有些不爽老板的人啊 就用此方式惩罚了老板 同时呢 也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所以啊 这个碰瓷的 泄愤的 不懂规矩的 这个效仿民主自由的丐帮弟子啊 就越来越多啊 这个搞到这个华人 餐馆老板呢 都不敢再请黑宫 正因为这群人是刚来的嘛 他不知道这个华人的圈子啊 实际就这么大 而且呢 你没到了翅膀硬了 想自由就能自由的这种程度 所以呢 丁胖子金牌讲师呢 得罪了一大票人之后呢 就谁都不敢再给他工作啊 给房住 一下子呢 就变成了乞丐啊 混入这个流浪汉的生活 从他口中的美式劳改犯啊 变成了丐帮帮助 但正因为呢 有了这戏剧般的冲突啊 这个丁胖子金牌讲师呢 却因祸得福啊 命不该绝 他误打误撞的 解锁了抖音的新赛道的流量密码 靠在美国当乞丐啊 月入二十万啊 那有一点呢 大叔还是蛮佩服这个人的啊 就是刚成乞丐的时候呢 他还没怎么活啊 他还能坦然的面对这一切啊 这个心态还是不错的啊 而且呢 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是吧 这个流浪汉区啊 是美国最恐怖的地区之一啊 这里呢 绝大多数啊 都是吸毒科药神志不清的人啊 用丁胖子金牌讲师 自己的经历来说呢 就是危险 另外一个生活所外边 全是神经病啊 全是僵尸啊 全是丧尸 好吧 然后我在那里直播 有一个大哥过来 直接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 装的很重的东西 啪一下啊 手机插手给我打掉了 而且呢 他有一集呢 还去调侃这个流浪汉 对于是呢 对于是那样子 你 你 你 想吃 递天 是的 我要吃 我要吃 我 这是 嗯 什么 还是 我 你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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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要吃 我 我 我 它 是 这是 你 你 you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man what's this you can say more can say more? yeah you can say more what can i say?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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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i want to make you say more let's move up okay okay you want to move up come on why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hy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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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精神病在美国伤人是不犯法的 反正像我见到流浪汉 我都是避而远之 这个不是歧视精神 而是真的 美国的法律就是这样去为他辩护的 就是说 你要突然碰到这样的一个 倒霉的流浪汉对你进行了人身攻击 那你就只能是自认倒霉 正所谓人要脸树要皮 人不要脸则无敌 后来他就寻求更多的刺激 该兄弟从天天睡大街 骗吃骗喝调戏流浪汉 再到乌尔玛真正的陵园过 大家看了这个视频可能好奇 他这样抢 为什么美国不遣返他 这个加州啊 对这个非法移民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他们可以考驾照 有白卡医疗啊 还有这个免费的这种粮食卷 只要是他不犯重罪啊 他基本是不会遭遣返的 最重要的是啊即使他犯了重罪啊 他也很难被遣返 虽然呢咱们美帝呢有这个遣返协议啊 但是中国单方面的给他拒绝了 所以呢丁胖子金牌讲师呢 就算打砸抢啊 基本的也可以在美国是横着走的 但是呢我觉得啊他这个人设啊 可能也有背后的力量啊 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个美国的各项法律啊 而且一般人他是不敢这样干的 因为每次的偷抢啊 其实都是有这个犯罪记录的 而且乌尔玛他可以让他永久不能踏入这里 所以呢我觉得这兄弟啊 如果继续这么崩塌人设的话 他肯定在美国是混不下去的 也基本是拿不到什么身份啊 除非呢他找个有身份的人结婚啊 但是谁会跟乌丐结婚呢 是吧我给你找个媳妇 所以呢我觉得啊 他还会继续烂下去啊 直到彻底在美国玩玩啊 他就可以回国了 后来呢就有人呢 对这个大兄弟啊进行了body 说他是中专学历啊 叫做雷森 因为偷这个电动摩托车啊 被判刑半年 处罚金2000元 后来呢这2000元的这个罚金呢 他没有交纳啊 因此呢还被列入了这种私信名单 那出狱后呢雷森呢 就遇见了一家这个移民的中介 据说呢是变卖了所有家当啊 凑齐了这个费用啊 通过走线的模式进入到了美国啊 那当然这里呢 不管他是不是在中国有犯罪贤客啊 可是美国呢最后呢还是收纳了这类人 所以说啊这个美国呢就是一个冤大头啊 接纳了一群白眼小粉红 还养肥了这只红色的战狼 耶 那么这个大兄弟呢有一个经典的人设啊 就是他在国内呢是这种月露2万的电脑工程师 兄弟们真的很后悔啊 我在国内做后端C++ 一个月兼职加上正职啊 好的时候有3万啊 最差的情况下也有2万啊 你说我 在国内挣2万我跑来这个美国这边 每天刷盘子刷12小时挣3000 我觉得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还是觉得在国内挣2万花起来要更舒服一点 兄弟们 我刚来的时候啊兄弟们 我的这个颜值啊可以说是非常OK的 兄弟们 当时我可以说是抖音颜值区的number one 但是现在啊兄弟们 经过几个月的美式自费劳改 我的颜值已经跌落神态了啊 兄弟们 当初我还没出来之前啊 就是老是在网上看到那些1450和行走的50万 还有那些美吹博主啊 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啊 就是说他把你忽悠过来 现在他就不管了知道吧 就之前说好的三个三个月买别墅啊兄弟们 现在我别墅兄弟们 别墅的影我都没看见啊 兄弟们来了美国之后啊兄弟们 我一辈子啊 没有干过那么累的活儿兄弟们 真的 我在国内我没有干过像美国这边那么累的活儿 这辈子是第一次啊兄弟们 这辈子值了兄弟们 值了直接值了兄弟们 满嘴里跑火车上会 大家想想啊 一个月入两万的电脑工程师 他宁愿在美国当乞丐 这是不是犹如当今圣上啊 这是不是在犹如中国 但实际上咱们都清楚 他为什么宁愿在美国当乞丐呢 因为这个人设可以让他继续捞钱吗 那这么说来 他是解锁了不一样的反美的流量密码 那么随着抖音越来越火啊 这兄弟呢 在美国也越来越像老鼠一样 人人喊打 这边听说来的很多人就是去餐馆打工 然后就把人家给举报了 这事真的假的 真的 怎么回事 有一个贼恶心的博主 在网上交别人 低价低薪水去找这个工作 干上了以后 直接打电话去劳工去举报 然后这个一旦案件受理了以后 他在什么就各种卡 各种手续去加速受理 然后这个老板就爱告就爱陪伴 你雇用那个非法劳工 然后同时你给人家低的薪水 他们不在乎这个 只要自己身份能下的来就行 你这属于把所有的人全都堵上来 华人那其他来的人 我们想伸手帮忙忙怎么办 太恶心了 这种人关键还有流量 流量下面还有人跟评论上 这个人说你不好 那人说你不好 你咋好得起 一颗老鼠屎 老鼠屎心的一锅汤 我哥们往那个丁胖广场送盒饭 人家是干嘛的 就是每天送的大量盒饭 人家多买点菜 多做十份二十份 上丁胖广场送免费的 免费给人家 就是今天没找到工作 都帮了一下华人 这帮人去了以后 一天一个人拿两盒 人家问他为啥拿两盒 还得骂人家 是吗 家里边要一百块钱 折合这么已经十八 往丁胖广场那个屋里面 一袋挂土 就往那一 班也不上 活也不干 闲刷碗类 闲装修苦 闲热闲那 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打黑工的 来的吃苦都吃不了 你说你都过来干嘛了 对不对 你一长就咱是主播 这不好意思说 那不好意思说 不是我瞧不行 就是你要来了以后 知这种形态 干脆就不要出现在洛杉奇 你不要出国了 你在家丢人 丢的是你们老张家老李 谁家的人 在出来以后 丢人的统统都是拆腻子 我们就跟着丢起这些人 老外眼里边看着你们这种 天天干嘛似的 那丁胖广场造的先跟老黑区似的 我前两天拍视频说了 造的老黑区 路上一会儿一直拖鞋 两会儿一个垃圾袋 然后要不然地上全是烟头 你说这可不可是 出来丢的不是你张家里家的人 丢的是中国人 那你有这个必要吧 这种人我劝你 干脆就回去了 咱点留言 还有啥不好意思 还有啥不好意思的提议 给那下面那些博主 我觉得这大头鹰在此跟你们宣战 就那些博主 包括下面那些 那有人还来找我呢 什么驴马浪的粉丝那些 不服随时来battle 欢迎你们好不好 我也随时接受他们battle 随时接受你们battle 我看看你们的道理是啥 你讲话到哪儿你都得是 你都得是勤勤勾勾干活 你大半想偷兼手 咱那你也是混不了 出国你也是一坨狗屎 说完了他就完毕 但是最近你不是说那个 说一天五十万元 对啊 一天五十万元干活 就是多了不要 有人交这个招 说那个你别是一百二 你收五十就行了 你就直接去干这活去嘛 五十去了以后 回头给你来一首这个举报 咱就说你华人 华人哥本地 但凡有点造诣 开个小饭店 你还敢不敢用 你别说便宜不便宜 再说有几个华人政府 一天雇你 哪个丧心病狂的老一命 能干出这事来 最少你说就是打黑工的 顶多活让你多干点 分比不少你的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你讲话这时候是一种帮助 硬把这种帮助 变成一种被人家不法利用的一种渠道 你就是属于耻辱 真的是耻辱 那肯定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他一天干嘛 老老师挣钱呗 他根本不是走死自己路 他走的是走死的所有新来的华人的路 你无论你非得来怎么来的 你所有新来的 你来了但凡说我想维持一下 我别拿钱换这边钱花 我但凡想挣点钱活着的话 你谁不得去走这条道 你但凡把这条道堵成这样 你这是什么嘴脸 吃饭咋碗吗 出门骂娘吃饭咋碗 你这种人我就真建议 赶紧哪来回哪 不提他来生气 喝酒哥走 也出去别说自己是中国人 你就出去学一口日也 你就别说 有道理 你就是金牌讲师 对呀 我认识你 成名人了 你认识他 又来个认识我呢 我见过 一刷抖音就碰到他了 刷抖音就碰到他了 他们告诉金牌讲师 把老板造几个老板吓都不敢用人了 没那么重复 你们这两个人都变成了要饭了 到这里没工作了 都失业了 你就舒服了 好事是坏事 不要冲中国人 中国人整中国人干嘛 有本事你 我没整中国人 你去整那些欺负中国人的人 我没整 你去整他们去 你误会我了 什么叫做 中国人整中国人 那是老黑 我啥事 跑到门口来 那是欺负中国人 我没欺负中国人 我没有欺负中国人 我没有欺负中国人 你把老板弄了一根下 都被敢请你们 你们都失业了 兄弟们 我又被误会了 我又被误会了 打电话问老板要不要 老板不敢要 谁都不敢要 你们走线谁都不敢要 你看没有 你这儿舒服了 大人水了 你的兄弟们走 这儿的兄弟们都吃上饭了 老板下都不敢 怕碰瓷 怕碰瓷下来不敢吃饭 不敢要 好了 谁碰瓷 现在盖你了 你现在流量不是吗 你赚钱了 你应该拿这钱来 每天给大家伙发书 那我才逼过去了 你拿出钱了 你去买书 发给大家 你给兄弟吃不上饭 你发给你的兄弟 兄弟们 我来管你们的饭 我现在三个月买了个豪宅 还在那三个月发管 买了个豪宅 告诉大家 我这直播 你别三个月买别墅 直播我就跟你说了 告诉同志们 你看我这个房子还有个豪宅 要不要 要的话我就买下来 你看你吹打牛吹那么多 你竟然买了两套豪宅了 把钱拿出来 揪紧那些仙的 找不到工作的 失业的 你给他们拿 对不对 那我才变负你了 那老板扣我中资 你管什么 你管什么 你别管 老板扣我中资 你可以到劳工局 劳工局来解决 你解决不了 对不对 有劳工局 劳工主裁 不去劳工局 你根本就弄不了 我不去劳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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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不敢了 我碰谁的词 我碰谁的词 有劳工总裁 我碰谁的词 你不是 你弄了他们这帮 老板的害怕这话碰词 我没碰词 反正我没碰词 你要敢用 我就在直播上套 我就大家会都知道 知道 听一听 我们人金牌讲师多伟大 下会儿开始 他给大家发货帆 我们金牌讲师下一步 给大家发货帆 每个星期发两天 我给你当义工 可以了 我投降了 我当你个大明定 你的海伦大姐 我给你当义工 您在干嘛 叫亚马逊的 把中国人们走线的去干工作 那是你本事 亚马逊的 什么Costco 这个美国政府的美国公司 你就把中国人全都弄进去 叫他们去打工 那是你的本事 懂不懂 这点本事没有 这点本事没有 这点本事 要不要发 我来 给你说一个 我发了 我自己都养不去 我拿什么发 你不三个月买个豪宅吗 那是我吹牛 不能随便吹 要上谁的 在美国 你不知道 你又吹 今天联邦中央来找你 台春姐的这个嘴 和机关枪似的 是吧 大的金牌讲师 无力反驳 那看来呢 在讲师场面上 还是不如咱们海伦姐 不过呢 我还是佩服丁胖子 金牌讲师的这种心态 真的是 没当过流浪汉的人 永远都不知道 靠消遣流浪汉的人 他这个心理境界 是多么的高 这个脸皮是多么的厚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抖音呢 是封杀了他一次的 封杀的理由呢 是聚众传教 所以说呢 抖音可以封杀他一次 就可以封杀他第二次 当他不符合这个抖音的标准的时候 不小心呢 踩到红线的时候 当他的流量不能再给他带来收益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发现 帮他的人不再帮他 捧他的人不再捧他 请他吃饭的人呢 连一粒大迷也不会给他 就连曾经骂他的人 也懒得再骂他 他自己把自己毁成了这个样子 他还怎么生活呀 所以呢 我是觉得啊 趁着咱流量没消失 还有钱进账的时候 真的要活个像个人 毕竟你不是忍者神规嘛 再这样下去 早晚有一天 乞丐就是你最终的职业 好了我是大树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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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